欢迎收看新闻英语解析 大家好 非常高兴又到了我们新闻英语解析的时间 那么这个时间呢 最主要是分析国内外新闻重大的新闻事件 那么从英文的这个角度 那么一方面呢 提升我们的英文阅读能力 再方面也从英文文章中 更能够掌握国际局势 以及国内大家所关注的焦点 好的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 那么今天我们讲到的这个 新闻英语呢 刚好有两个 而且都是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消息 就是我们终于呢 在这个 这一次的冬奥里面呢 展露这个头角 就已经拿到了 我们这个奖牌了 那么这是令人非常振奋的消息 我们看一下第一个 好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标题是 台湾的这个 这个Judaka 那么Judaka呢 我们这Judo是这种柔道 柔道就是过肩衰的 从小开始训练的这种非常艰苦的训练这种柔道 那么Judaka呢 就所谓的柔道的选手 就是精通于柔道的这个技巧方面的一个 这个选手的人 叫Judaka 那么台湾的这个柔道选手Winz 就赢得了FirstMetal Metal这个字叫奖牌 或者是这个奖项 Metal 那么这个Metal呢 这个字跟这个Metal很容易搞混 还有一个叫Metal 同样也是这个Metal 一个是Metal 一个是Metal 这个念成Metal Metal这个字呢 叫做金属 金属 它是一个金属 而Metal呢 它那么一个字呢 它就变成了奖项 或者啊 讲这个啊 奖品啊 等等Metal 那么第一个啊 奖项呢 For Taiwan 那么赢得第一个啊 为台湾争取到第一个奖项 啊 那么赢得Tokyo 那么在这个东京 就是所谓的现在的东奥 得到了第一面啊 的这个啊 奖项啊 奖牌 Olympics 2020 2021 July 25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什么样的这个整个情况呢 而且呢 令大家这个全国上下啊 都非常的雀悦 我们看一下啊 Taiwan's first Tokyo Olympic medal was taken by Yang Yongwe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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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A 23rd Yang Yongwei Judoka 那么 Who's starting in Taizong 我们看一下啊 台湾的第一面的这个 所谓的 Tokyo 那么 Tokyo就是所谓的啊 这个东奥 Tokyo 东京奥运 Olympic medal Metal就是所谓的 奖牌 那么被读 was taken 当然这次啊 他拿到的是我们这边有写 后面会写到有关的这个SILVER是银牌了 有一点点的遗憾 像我讲里面 不过啊 能够在这一个奥运里面夺牌已经是非常非常不容易了 也是所有运动员他们的一个Dream 一个梦想 特别是这一次啊 由于疫情的关系是整个啊 在比赛的过程呢 就蒙上了一个非常啊 显峻的一件事情 特别我们也从这个新闻媒体报导中看到许许多多 有一些这个选手呢 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染疫了 所以说啊 这次去不但是 要训练之外 严格之外 特别还要注意这个防疫问题 所以是 难上加难 非常艰苦 所以能够传出这个好消息呢 也非常振奋 尤其是难得我们这一次呢 不但内幼外患也缓解了啊 不管是这个我们的这个疫情呢 的这个疫情 这个整个那个啊 情况呢 这个疫情的 染疫的确诊数也下降了 特别呢 也这个台风呢 也呢 啊 这个过境了啊 这个可以说是内幼外患之后 都啊 这个去除之外呢 也得到了一个 啊 这个冬奥的好消息 可以说是喜上加喜 非常令人振奋 好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到底呢 他是这个是 啊 他是一个23岁 非常年轻的这个 Judaka 啊 的这个 柔道选手 who's starting in 台中 他在台中就读 台中就读 台中 啊 那么 the medal was also 台湾's first ever in Judaka 是不容易的地方 就是这个奖牌呢 是也是怎么样 also 这个也 我们放在B洞时后面 啊 一般洞之前 他也是台湾的first 第一次ever 就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哦 也就是说 曾经参加过啊 这个台湾也参加过很多次的这个 奥运里面 我们是第一次在这个柔道上 得到了这个奖牌啊 那么 ever in Judo on Sunday morning 在这个礼拜天早上呢 也就是昨天呢 好 因为我们这个 啊 这个新闻呢 啊 这个是在啊 昨天的事情啊 那么在早上 the silver 那么这个银牌的 metallist metall 加上 IST 就变成 奖牌的得奖者啊 就是银牌得主呢 thanks his fans for their support 好 这个字呢 我们通常这个think 一定是先加 感谢什么人 for 什么事情 啊 thank you for your coming 感谢您的光临 thank you for your help 感谢您的帮助 所以这个think 加人再加for 是一个固定的用法啊 所以感谢呢 他的粉丝呢 for their support 他对他们的支持啊 啊 他们的支持呢 是由他这个 给予了强大的这个啊 啊 动力啊 in a video 啊 那么 在这个video 啊 在这个好 影片里面呢 他也发布了他的感谢 哦 感谢 那么 he said 他说呢 he scored 啊 那么他的目标 好 注意 这个目标 这个字非常重要 那么目标 我们这个字也可以叫做哦 todget 啊 或者叫target target target 哦 或者还有一个叫objective 啊 那麼這個就是腳 都可以說是目標gold 那他的目標是要去怎麼樣 to win the gold 當然gold就不得了 就是金牌了 金牌 gold medal 那麼他是非常的有雄心 ambition 壯志的 那麼他還是要持續他的這個 理想 就是他的目標是要去贏得這個金牌 and although 雖然he felt 他覺得怎麼樣 slightly slightly 就是a little 的意思 有一點點的 a little a little bit 有一點點 那這是一個副詞 那麼 he felt slightly 有一點點 dispointed dispointed 這個字我們叫失望 這個失望我們可以用frustrated 就是受挫了 或者叫做discouraged discouraged 就是這個非常有一點氣餒 有一點點難過 有一點失望 有一點失望 通常這個dis都是不好的意思 或者叫做depressed 沮喪失望等等 那麼但是他倒沒有到很絕望 有一點小失望 slightly 一點點 dispointed 那麼對於什麼呢 有一點小失望呢 with the silver 就是以銀牌來引恨 很可惜的沒有奪下金牌 為國爭光 不過呢 雖然這樣的話 但是呢 his experience 他這一次的經驗 will be his motivation 將會是他的一個動力 這個motivation 就是一個動機 動力往前push的力量 什麼力量呢 for the Paris Olympics in 2024 在2024年的巴黎奧運 很快的哦 在2024年又有所謂的巴黎奧運 巴黎奧運呢 到時候他就希望在那個之後 奪冠 奪得這個金牌 這是他自我的一個期許 他也祝福他 這次呢 這個 也非常恭喜 能夠順利奪下 這個銀牌 為國爭光 好 我們再看一下 第二個標題是什麼呢 這個叫喜事連連 喜事連連 之前是內憂外患 現在終於一掃銀霾了 所以我們說 這個終有見陽光之日 這個台灣呢 慢慢的在國際上展露頭角 好 我們看第二面 第二面獎牌是什麼 台灣是Second Metal 同樣是在 2020 2021 July 25 那麼7月25號 所發布的一個消息 我們看一下 We now have an update from Tokyo 又得到一個最新最新的消息了 Update 最新的Update From Tokyo Olympics 在東奧裡面又傳來 最新的消息 哇 非常令人振奮 Update 本身我也在教學過程中 也有教過所謂的體育班的同學 那麼體育班尤其是從國中開始 他們接受嚴格的訓練 甚至到高中 然後會來到大學 接受一連串訓練 當然在這過程中也有很多同學 是中間 這個可能很多事情升學了 或者 種種壓力之下 後來放棄了 所以說這難能可貴 能從一路從小到奧運 整個訓練下來 能夠奪牌 真的是不容易 真的是不容易 而且是體育班同學 每次下了課 都要不管是在學校 或者是在去 這個科學輔導 或者是到補習班 這個讀書等等 真的非常辛苦 非常辛苦 雙倍的Double 好的 我們看一下 那麼 Taiwan's Taekwondo's Athlete 這個Athlete就是運動員 羅家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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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女 這個女性的選手 羅家琳呢 Jazz Wong 也剛剛贏得了 Taiwan's Second Medal 第二面的這個獎牌 Elder Games 在東奧裡面 也獲得了第二面獎牌 那麼 She Beat Beat 叫做 擊敗 打倒 Beat 非常重要的一個字 Beat B-A-T Beat 以前Michael Jackson 有一首歌叫 Bit It Beat 那麼他打敗了 Opponent Opponent就是他的對手 那麼Opponent 這個Opponent 我們可以用Rival 他的對手 或者Enemy 但Enemy是比較強烈的 所以我們是不太建議 用Rival 或者是用Contenter 因為Content 這個字本來就是 競賽加1 Contenter 還有一個叫做 Contest 但是Contest 這個字卻不是加1 Contest 是加A-N-T Contest 也是競爭者 還有一個字叫 Combatan 就是我們講 Combatant 很多人喜歡 提升一定要Combatant Combatant 那麼就是 Opponent 他的對手 擊敗 擊倒他的對手 來自 Niger 尼日的一個對手 好 那麼以多少呢 Ten to six 10比6 10比6的家機呢 Taking home 奪下了這個 Bronze 就是所謂的銅牌 Metal Bronze metal Fold women's 57kg 那麼 女子組 57公斤的 這個所謂的 這個 跆拳道 那麼拿到 奪到 奪得Bronze 銅牌 所以是非常 高興 銀牌銅牌 都到手了 非常高興 那麼 這個57公斤的 Category Category 就是種類 就是有分類的 當然要分類 因為有什麼 雨量組 有男子組 有輕量組 等等各種不同組別 勢君立即下去打 下去 這個對決 好 那麼 所以說 他是奪得了 這個57公斤女子組的 這個 銅牌 那麼 And this is the 這就是這個什麼 19 years old 19 Years of first time 這個一個 19歲 非常年輕 19歲的話 我們在推算起來 大概大一大二左右 非常年輕 高 國中 高中 可能從小 就開始受訓 那經過 就國中 國中 又要學校 課業壓力 然後高中 高中 課業壓力 非常 辛苦的 雙重 Double之下 不斷的 不斷的訓練 然後終於奪牌 喔 真的是非常容易 所以說 有人說 其實工作都很累 任何工作 但是個人認為 運動賽事 這個工作 就是一個選手運動員 是最艱辛的 為什麼呢 任何的工作 都沒有這麼樣的血淋漓 因為他是 立刻比賽 立刻分輸勝負 在整個龍爭虎鬥的過程裡面 是相當驚險 任何工作大概比不上這個 當然你說說士兵 戰爭等等 這也是啦 但是除了這個之外 這個真的是 運動的賽事啊 以前我記得在跑步的時候 鳴槍的時候 砰的一聲 那個心臟都跳出來 衝出去的 那一剎那 跟你說 很多人都在旁邊 看著你的這個 尤其是你要擊敗對手 在做這個生死的 這個纏鬥的時候 那是非常恐怖的事情 所以說這個運動選手 真的是很不容易 這個運動的這個 項目呢 這個工作呢 是一個很大很大壓力 很大的壓力 好 我們看一下 然後 and this is a 19 years old first time compete compete的這個字是 C C-O-N P-E-T 動詞 compete就是競爭 當然這個compete 就可以我們剛剛這個是 剛剛說到這個 比如說contest C-O-N-T-S-T 假設你沒有加A-N-T的話 就變成動詞 叫做所謂的競爭 但是這個字RIVAL 這個字很特殊 RIVAL 這個RIVAL當動詞 又可以當作這個名詞使用 這個地方也可以當動詞 叫競爭 當然還有這個 剛剛提到的這個 這個所謂的content content的 C-O-N-T-N-T也可以 就是所謂的 動詞就是競爭 在整個Olympics 奧林匹克會的競爭 所以這兩項呢 可以說是在我們最近 這個一連串的這個所謂的 疫情的這個 還有颱風整整非常的 啊 負面的消息 終於來到 天上來到 兩道曙光了 當然我們希望能夠持續的這個 不斷不斷從東奧裡面傳的好消息 可以說振奮振奮振奮 非常高興 好 那麼當然也希望今天的新聞 這個整個英文的分析呢 如果對大家有工作的話 別忘了訂閱按讚分享 並隨時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以接收到我們最新最新最新的 影片訊息 期待下次見面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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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